我是活化英文.com的英文教练,Abby 上一次的影片回答了一个问题 CH何时要念成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面所教的CH 何时要念成SH 我们在那个影片里讨论了许多范例 也提醒各位英文学习者要如何看待这些例外 建议大家先回顾上一支影片 再进入今天的简易练习,效果会更好 如果都准备好了 今天我要再教大家另外三个CH会念成SH的例外单字 全部合并在一个句子里面,方便大家记忆 The chauffeur drove my chaperone and me to the party And we all had some champagne The chauffeur drove my chaperone and me to the party And we all had some champagne 也许大家都熟悉champagne这一个字,也就是香槟 它的CH是念成SH 这个字也是来自于法语的外来语 而chauffeur是另一个来自法语的外来语 意思是司机,也就是像driver,chauffeur 它的CH念成了SH 最后chaperone,CH也是发展SH chaperone,它是一个陪伴者 通常指的是比较年长的监督者 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们吸收了一些新的知识 CHampagne,chauffeur,chaperone 最重要的是,我们明白在学习英文以及其他的任何知识当中 我们应该要抓的是大原则 在透过实际的生活、体验 去累积不同的经验 让自己更了解不同的例外并加以记忆 如果碰到了陌生的单字 CH应该要念成CH 就像在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面所学到的发音 SH是一个例外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透过一个例句 同时学到三个CH会念成SH的例外 三个单字都是来自法语的lone words 也就是外来语 大家不需要特别去寻找并记忆 所有CH会发成SH的音 我们在学习新的单字的时候 要像在Remembering Words记字这一课所讨论到的 边走边学 这是最好的方法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 也请帮我把正确的知识 以及好的英文学习方式 再与他人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